欢迎来到加州江太公频道 大家好,2019年呢,咱们中国的经济不太好 这个首先一方面有这个贸易战的影响 另外还有这个国进民退对民营企业的打压 这个都造成了很多的伤害 但是呢,中央的另一方面又在说要加大民营企业的这个建设 要调整什么产业结构,要搞供给侧的改革 要对实体经济增加投入 说了一年,这一年下来有效果没有 对实体经济,对私营经济到底你投入了多少 这些老板是把产业扩大了呢 还是关门关张跑路了呢 这现在都是一个问题 就是在实体经济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国家现在真正的经济发展的方向已经定了 就是第三次的大基建,这已经定了 这个让我听了以后,简直是心里头说不上来的一种滋味 无畏杂成本 你本来谁都看到中国是个基建狂魔 中国经济这20年的高速发展 大家也都考明白了 它就是三架马车嘛 一个是铁工经,铁路,公路,基础建设嘛 这是一大块嘛 然后是房地产嘛 然后是这个出口经济嘛 对不对 那你现在看 你这上来这几年 特别是搞到今年 对吧 房地产 现在基本上是卖不动 前年,去年 咱们还在忽悠人去买房 对不对 说房价还有要高涨 当然的 说了很多 但是到今年实际情况是什么 大家你身边 或者你自己有房的人 你就能体会到 房产实际现在 在很多地方 已经是停滞了 就这个它不交易了 它不交易就不能产生价值了呀 对不对 然后出口 那出口这一块 就是咱以前说的外向型经济 那今年在这个 跟川普的这个 中美贸易战的过程中 那这一块也是打得稀爬烂 最糟糕的是什么 就是你现在说 民营企业退场论 这个你尽管 咱们高层口头在反对 实际执行的情况是什么呢 那么现在又有倡导的 这个混合所有制 这个就是说 表面上你说的是 让公有制成分 来帮助私有成分 那么实际是什么呢 你就是公有制对私有制的一种兼并嘛 大家现在都能看明白吗 你这就是第二次的公私合营嘛 所以你这个混合制 这种形式你抛出来 你这种阴谋 马上在这个日光底下 就被人发现了嘛 就暴赛在阳光之下嘛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企业跑路呢 对不对 那么你这两天又爆出来的 就是在这种股票市场上 也是众多的民企被国企收编嘛 因为人家当时质押了这些股权的什么 到现在你国家 就是给他不对付了 直接就把这些就收购了 这个方面的消息后面我们再会来谈 那么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呢 就是在这两块房地产跟这个外向型经济 就是出口加工这一块 已经不行全面摊火的情况下 国家曾经倡导要振兴实体经济 那么这喊了这么一年的口号 到年底了 实际定的方向是什么呢 就是大基建 就是咱们的大基建时代 马上要来临 看来国家玩了这么长时间 也就是搞那国营经济的那几下 就是铁公鸡的建设 甚至我觉得他连房地产这块 他已经玩不动了 那个东西是你最终 要让老百姓从口袋里头去掏出钱 那么经过这么成十年的这样子折腾 实际把老百姓已经榨干了 已经把六个钱包买一套房 甚至是六个钱包又加了几十年的债务 买了一套房 我觉得那个再想从里头榨出钱 已经很难了 那么你说你现在 再把这个国家的这种经济命脉 寄托在这个大基建上 有多大的效果呢 他这个两轮基建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1997年的那一轮基建 是以这个邓小平南巡以后 东南沿海的进一步开放 就是建工厂呀 建这个一些配套的东西呀 那是一轮基建 我觉得那个还是围绕着工业在走 基本上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08年以后 在金融危机 国家定了用铁公鸡 这种基础建设来刺激 来拉动经济的时候 那么这个好多建设 江太公认为都已经过了 你像这个高铁 那到底有回报没有 对不对 你当时有拉动效应 那你的那个拉动效应 是通过你发债 借债 你产生了一种刺激 对不对 实际你是饮吃卯粮 把那个钱已经花掉了 你还没有收益呢 那个坑还怎么样去来填呢 还有各地建的这些机场 对不对 那些机场到底有效果没效果 对吧 还有很多呀 你建的什么开发区 对吧 新城等等 我都不知道 国家把这些东西 到底去统计了没有 这些地方债 到底已经发了多少 是不是现在咱们习近平 就搞不清楚这个东西 现在还有人在忽悠着他 可能说你继续搞 没有问题 我们再来一次机见 国家还能再发展 那你咋发展呢 就我看了半天 就把他这些 这个分析的沙楼 看了半天 他说了半天 还是建设嘛 就是第一个是这样的 就是这次的建设呢 他是以什么呢 就是以前的干建都建完了 那么我这次要把它创造一些条件 我要弄这个城市群 对不对 那么我要弄这个特大城市 中心城市 或者把某些区域变成城市群 那么你这个机见需求 不是出来了 你比方说 以前这个北京 它是个大型城市 那我现在把北京 把周边的河北的这些 一些二线城市 都规划到北京这个大范围内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城市间 你的建公路 你的建高速 你的建高铁 甚至某些城市 你都可以建一些机场 等等 这就是拉动了这个 基础建设 现在已经明确的是 有四个城市群嘛 就是一个 京京记 这有大城市群嘛 然后珠三角 一个大城市群 长三角 一个大城市群 然后这个城域 就成都跟重庆 之间有个城市群 对不对 那你再往弄 这以后弄的就多了呀 那咱们 你像这个中原地区 你也可以搞呀 比如说我这个郑州 西安武汉 我把这个地方 也划成一个城市群 有啥不可以的呢 反正就是国家 搞这些基础建设 巧立明目 来上项目嘛 对不对 那你想想这些东西 你是不是经济的这个发展 达到了要需要把它建成一个城市群 对不对 那你现在比方说 咱们这个城域城市群 成都跟重庆 你把这个城市群建了以后 你等于说 它这之间的一些 什么绵羊啦等等 我还讲不清楚那些啊 什么广源啦这些 都变成了这个大城市群中间的一些 小城市 对吧 这之间全都把它建成高速 建成高铁 或者通上地铁 或者目前再大一点的地方 弄成一个中心机场 对 这些 你可能是 想象的很好 但是一切东西 它需要来经济来支撑呀 那么它这个经济能不能承载 你现在规划的这些东西 所以江泰工 就是把这个都看了以后 我觉得 真是国家离死不远了 这又开始胡搞 而且你看啊 如果它搞这个东西啊 你再往前想 它这个前面就有规划的 它今天为什么要把这个 沙石水泥这一块 一定要收归国有 那么你想想 是不是它们那个时候 说什么大力发展民营企业 振兴制造业 发展实体经济 那都是骗人的 实际上他们那个时候 就知道不行 他们已经打定好主意了 要掀起第三次的这个基建 大基建时代 所以人家提前把这些 沙石料厂 水泥厂 甚至一些钢厂 先收给自己嘛 到时间咱们 国营的这些 这些企业 咱们来建设嘛 咱们用这些国营的东西嘛 这不是国进民退了吗 江泰工想 他肯定是这样规划的吧 那我不知道 他真正的把这个东西 都考察清楚了没有 如果国家把大政方针 定成这样子 那就是个扯淡 而且你现在在跟中美贸易战的 这种当口上 那么我觉得 你要是把国家的大政方针 都定到那了 那你跟美国签的那个协议 你又是忽悠别人 你根本就兑现不了 你骗别人不要紧 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你骗你自己啊 你在这个时候 让江泰工来说 你最应该做的事是什么 就扎扎实实 把农业钱恢复起来 对不对 你不能把咱们14亿老百姓的 吃饭的饭碗 让别人端着 你把这些 你都撇开不管 你又去上你的铁工机 你前面搞铁工机的窟窿 还没填上呢 你现在又上这个 那你想一想 能搞成吗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